大家好,歡迎各位來到我的吹水台 我是Chris 最近出車出得密了 令人有點累 之前有位觀眾留言問一些關於Ling的東西 各位觀眾問我有沒有用過Doling 覺得爬山Ling 和Doling的分別會不會很大之類的東西 我記得他就說自己是用跑靈的 要選一對Ling 要看自己是平時喜歡踏平路多 還是喜歡上山多 喜歡不同的東西選擇的Ling都不一樣 還是什麼都會玩 想要一對綜合能力比較高的Ling 不同Ling有不同的特性 例如Doling的外表 很多人都覺得Doling很帥 如果是同等級的Ling 一對高框一對低框都是高級Ling 正常低框的Ling 就比高框的Ling更輕 當然是高級Ling的話 如果是低級一點就會比較重 但是如果用高級Ling來比較的話 高框一點的Ling會比較重 而且它的框比較高 起步那一下 用的力可能就會大一點 但是會維持到一定的速度 踏到一定的速度 因為有一個慣性的關係 那個速度是比較容易維持得到的 相對地低框的Ling就難一點維持 所以Doling為何適合平路多些 就是它的框比較高 又可以破風 破風得來又有一個慣性 在這裡 你保持著踏的感覺 不需要用太多的力 就可以維持到一個特定的速度 哇 當你上山的時候 正常上山踏的速度 是比平路慢的 你在平路上踏有一個慣性 所以你用Doling 就維持速度 就會維持得比較輕鬆 但是上山了 速度慢了下來 你的Doling又發揮不到慣性 就會感受到一種重點 還有拖腳的感覺 所以Doling上山 就會比低框的Ling 低框的Ling 就因為它的框低 所以有一種輕盈一點的感覺 爬坡的時候都會輕鬆一點 起步又會快一點 尤其是在抽車的時候 感覺是輕腳一點 但是你用Doling的話 就會感覺好像重一點 還有Doling也要看一下 你那雙刀的框 是有多高 越高 你的平路慣性 你維持到速度 就會越好 但是當然 如果你腳力不夠 你維持不到速度的話 就會比較辛苦 所以聽上去Doling好像 踏平路 用來踏平路很棒 但是你都要有一定的腳力 你才可以踏得到 踏順對Doling 雖然說是Doling平路會舒服一點 但是我知道有些人 是喜歡用Doling上山的 因為它覺得Doling的樣子 有型一點 但是同時間又喜歡上山 所以它就決定 樣子漂亮 還有刀拿下斜的時候會快一點 破風 說實話 現在呢 因為我換了槍手和線 有時候很不習慣 因為輕手了 搞到按下去的時候 經常都這麼大力了 還有那位留言師兄 因為他想著轉Doling 所以他就留言問這個問題 他本身是用跑靈的 跑靈就在Racing裡面 就是最頂級的Doling 然後他再有細分 鋁靈、碳靈、陶瓷、邊 在他的跑靈本裡面 不知道那位師兄是 探還是鋁靈、陶瓷 如果是炭的話就更加不用說 那對Racing的性能就更加高了 其實跑靈這一對Racing已經是 我覺得已經是很夠做的 跑靈是低框Racing 上山就一定沒有問題 平路其實也沒有問題 只是慣性可能會低一點 哇 這個景色很漂亮 現在下山了 你看看 前面那裡 黃橙色 哇 哇 好優美 你們有沒有發現我對Racing的聲音 小聲了 現在的聲音 應該是小聲了 因為我重新上過雪友來 哇 他一看就知道他 又想弄一盞紅綠燈在這裡 還有一對Racing 除了看他的慣性 他那些什麼寬高不高之外 還有一件事就是他的幹性 什麼是幹性呢 簡單來說 對Racing夠不夠硬正呢 如果對Racing不夠硬正的話 一來就有一個安全性的問題 二來就是你踩起來會感覺 是有一點點吃了你的力 明明我爆進100% 為什麼只是發揮到 好像只有90%的力 那樣 所以很多人買一對Ling 他是看價錢 看他的樣子 看他的框有多高 他的Ling的定位 是些什麼 其實還有一件事就是幹性 這件事都要看一下 可以看到有一些Ling 其實他是很便宜的 但是他做出來的重量是很輕的 輕到是可以輕過跑零的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見過 一些這樣的Ling 那我上網就見過一些 是所謂CP值很高的一些Ling 他的價錢是二千多元 三千元左右 但是一看上去 哇 他的一個表 一看上去的重量 哇 什麼 二千多元 是比跑零 那他二千多元 是重量很輕 為什麼他可以用這個價錢 去做到一對這麼輕的Ling 是因為他犧牲了不少的幹性 來換取一個輕量化 哇 剛剛好像有一隻蚊 飛進口裡 但是那些Ling雖然說 幹性是低了 我看到人們的評價都不差 說在平路踩上來 是跟跑零差不多 有些人實測過 就說是這樣 他說平路維持速度 是跟跑零差不多 踩上來的感覺 而且那些Ling 是比跑零 同時間 是比跑零高 這個也是一個很神奇的地方 這個框高一點 就會在平路維持 慣性就會好一點 這個框越高 你踩速度 維持得越好 那個慣性出來的表現 就會越好 所以我看到那一對 二千多元 三千多元的Ling 它的框是三十多 三十多算是中框的Ling 雖然說是平路上的表現 是差不多 但是人們就說 這些Ling 在爬球的時候 就會馬上的感覺 就會跟跑零差很遠 跑零它的幹性 是非常足夠的 而我所說的這些二千多元 三千多元的Ling 雖然它很輕 框是高 在平路上是差不多 可能跟平時那些Ling 但是一爬球就會快 它好像有少少扭毛巾的感覺 不夠硬正 尤其是在抽車的時候 所以一對性能 是可以直逼 直逼這個貴價Ling 的平價Ling 看上去的性能 好像跟高級Ling差不多 但踏上去的感覺 也有少少不同 因為它都犧牲了少少東西 來換取一個性能 而我剛剛說的幹性就是這樣 所以看到一些很便宜的Ling 你又看到它很輕 可能踏下去 就會有少少扭毛巾的感覺 而且多數這些Ling 都有一個重量的限制 限制例如 100kg 限重 100kg 但事實上我覺得 你超過60kg 出到你的體重 在60kg以上 你越重 踏下去的那對Ling 感覺應該會越差 因為你越重 幹性不夠的話 就很明顯會覺得 好像軟爛爛一樣 所以這樣對比的話 你本身體重 輕的話 買那些幹性不夠的 拿來踏的話 其實都不錯 原因就是 因為你體重輕 所以對幹性的需求 會低一點 所以選擇那些 拿來踏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兩千多元 三千多元 就可以買到 跑靈的重量 而且框是中框 拿來的 其實我一開始看到 都有點心動 是它的幹性不夠 其他東西都沒有問題 人們說踏上去很順 很順 這些Ling Ling雖然有分 高框 低框 重量 但是你個人夠勁的話 其實踏給Ling 都是沒什麼問題 我覺得 你高框的Ling 上山都是沒問題 只要你的腳力夠的話 當然你用低框的Ling 來踏會輕鬆一點 但是你用高框Ling 踏山 然後低框Ling 踏平路 你的腳力夠 都是沒問題的 好啦 那今天 分享一下 一些關於Ling的小心得 吹一下水 差不多來到這裡了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